大家好我是Pink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今天想要跟大家来个简单舒服聊天 Hot to heart talk的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update一下农历心灵 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最近的生活境况 以及顺便开箱试用 我新购入的产品们 还有感谢厂商他们有寄来公关品给我 我都会一并在这里做开箱 这部影片不是第一页项 因为我之前录了一次相机的设定 就是被我自己乱搞 搞错了 整部片子都看起来超像佛山五银角的有残影 所以没说真是保佑我们 这次一定要录成功好不好 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登场的选手 有Shiseido跟美妆真是联名的底妆系列 And 号称跟顶级精品一线品牌同样品质的韩国刷具Kumo 以及台湾小辣椒Laura她推出的刷具们 还有汤吉年肚子爱blingo遮瑕膏 以及可有的蕾丝眼影 And Rachel 2跟The Naked 联名的腮红唇彩组 如果说你对这些产品有兴趣或是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了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要不要要不要按个订阅 Oh yes 还有还有小铃铛 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的那就正品开始 首先我们先来用妆前乳 然后这款产品的包装颜值真的是太高了 它连盖子都有浮雕的设计 Oh my gosh 还有月光仙子的侧脸 I can't 然后不要跟我吵架 我那个年代它就是月光仙子的 突然中途变成水手月亮 你知道我心里的创伤有多大吗 虽然说我知道它英文是Silent Moon 水手月亮才是正确的翻译 But 它在我心中就是永远的月光仙子 OK Please respect我这个老人家 使用钱咬一咬 然后我这次买的颜色是 是淡紫色 那个时候我在Watashi网站上面买的时候 没有米肤色 所以就买了这个颜色 但是以我这个健康肤色的人来使用 大家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太白了 But 没关系我们就少量的用 我跟大家讲 我真的是用生命在排屏 因为你知道我皮肤还在发炎 医生说不能够用新的底妆产品 But 不够一切 不够一切 我为了排屏 不够一切 没有 其实自己也是想用 所以就 在拍片前有差咬 上次拍这部片的时候呢 我拍到一半 月经就来袭了 所以我原本拍片的时候很有精神 结果一拍完就 这种更被重击 惊痛狠狠的hit me 就现在刚好一个礼拜过去 我又回到人间啦 好开心啦 我用的量不多 所以你们看它这个铁亮的效果是真的还不错的 然后呢 很清爽没有起泻或者是说很干的感觉都没有 就是刚刚好的 还不错耶 我第一次拍的时候用太多了 就整个人面具感很重 但是 少量的用 适量的叠加其实是ok的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行遮瑕的部分 今天要使用的就是 话题度非常高 汤姐推到爆 Laura也Birdog不行的 Blingo四色遮瑕盘 耶耶耶 然后它这四个颜色啊 其实我觉得蛮理想的 因为以我这样子健康肤色的人来用 都是完全ok的 然后你看 Laura跟汤姐她们也都那么的白皙 那么的亮丽 也是ok 就是因为调色真的配得非常刚好 然后质地什么的 都是just right 等一下我边用边跟你讲 因为这一盘其实我默默用了很多次了 然后你知道在汤姐的粘度里面 它都用到凹 我能够懂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拿下它 这盘遮瑕膏 虽然说它只有四个颜色 没有到六个色 八色那么的全面性 可是呢 因为它的底色非常的刚好 颜色的冷暖度 掌握得非常的均衡 所以呢 只要你自己用的上手 用习惯之后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肤色 你都可以调配出 属于你自己专属的遮瑕膏 先用这个DARK LIGHT PEACH 我自己都是习惯用手指头直接去沾取的 因为用指腹的温度去融化它 能够让膏体更加贴合于我们的肌肤 先遮半边边给大家看看 赞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是有黏度的 但是它黏呢 在于定妆之后又能够完全的清爽不移味 同时之间保湿不把干 所以它既不会卡钩 也不会说因为太保湿就移味 都不会 刚刚的用量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在脸上完全没有那种很厚的感觉 光泽感也没有很重 像我之前很推的SKINFOOT那一款 其实很多人有在讨论或私讯问我 都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肌肤膚质是偏有的话 那可能秋冬用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就是比较润 或者是说你真的用太多 会容易移味 但是BLINGO它就真的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是新手也很好驾驭的 你看我这样轻轻的按压 它就非常的均匀 然后校色的程度也非常优秀 那如果说你觉得用手指头不是那么的卫生 然后喜欢用刷具 或是海绵做辅助的话呢 推进给各位爱丽丝老师的 战斗陀螺海绵蛋 我想说爱丽丝老师人真的很好 他那个时候寄给我的时候呢 有寄粉嫩色系跟大理石色系的 我觉得他们不只颜色不一样 材质也不一样 那整体用下来呢 我真的比较喜欢战斗陀螺大理石系列 首先是他的尖端 真的非常的尖 但是不会过刺 所以你就是针对鼻翼啊 或是眼下重点部位去做 他其实是可以取代刷具的 再来是他不管是 干用或实用都非常的好用 所以这个是我近期非常爱用 然后也是无意识会一直拿向他的产品 用海绵按压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会吸收多余的粉体 所以光泽感又会更低 加上海绵呢 他是有气孔的嘛 所以他是有一点纹路的 所以他会降低那个光泽感 这样子稍微推开来之后 你层层去做堆叠 不管你叠得再厚 都是均匀的 其实如果说你是日常妆啊 你这样子在上个粉底出门 就OK了 非常的自然 但是 毕竟我是美妆YouTuber嘛 我要跟大家展示一下 哦这个产品的功能性啊 怎么用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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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会尽可能的 把东西勾到我脸上 之前就有人说 哎你化妆要那么多亮晶晶的干什么 啊不是啊 啊眼影盘就是亮晶晶 我不上脸 你们怎么知道效果怎么样 所以你知道啊 大家在留言的时候 手下留情 大家要留点平衡 好接下来呢 我要来调和肤色的遮瑕 用在刚刚校色的地方 让它整体看起来是 更像我自己的皮肤 那我的肤色大家看得出来吗 就是比较偏健康的啊 Healthy so我要mix这两个颜色 深肤色跟浅肤色一起用 一样这样子按压下去 laura的遮瑕刷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就是提亮的部分 细节处理我会用它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手法是比较喜欢 快狠准啊 然后这阵子也很喜欢用指腹上妆 发现这样子妆感会比较急 这边是不是仿佛打了玻尿酸 而且呢你这样子细看 真的很像我的原生肌肤 真的像睡很薄 接下来调亮的部分呢 来搭配使用laura的遮瑕刷 这一支是05号比较小支的那一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样往下看 泪沟是非常明显的 这边虽然说遮瑕遮完了 已经跑非常多了 可是呢其实会随着角度的不同 它会跑出来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遮好遮满 来使用这个偏粉的蜜桃色 遮瑕量的沾取之后呢 直接上演 我先把那个线给找出来 然后之后呢 再用平的真面拍开它 万能的双手适时的去辅助一下 让粉底压的更实 这边就要轻压了 你知道其实我这阵子出门非常懒惰 因为这边要过敏嘛 然后口罩戴着想说 就不要闷着啦 所以我化妆就只画上半脸这样子 如果说是真实的get ready with me的话 我真的只是画完这边就出门了 假装我们现在戴上口罩你看 有差吧 就算戴口罩还是要画一下吧 是不是 这边就是 Ajuma Ajuma 这个是 ONI 自己讲 鼻翼的泛红啊 我就是会用深色 比较大范围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画了 有没有看到这惊人的遮盖力 LORA的刷具 我觉得以这个价位的遮瑕刷来说非常的好用耶 就是不太容易会有刷痕 然后呢是柔软的 因为通常这种人工薪为毛的遮瑕刷哪怕是MAC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Sonia Kashuk 嗯都会有一点点的刺刷的可是跟那些牌子比起来LORA的算是更软 然后我觉得对新手来说是更好上手 因为它有两种不同的尺寸可以做选择 那像我的话就是遮瑕刷是喜欢小枝的SOUL 我比较推荐05号 但是06号呢我觉得是比较针对大范围 比如说鼻翼啊或是嘴角这边 你就可以节省比较多的时间 那像我嘴角的暗沉一样也是沾深色 然后调和一点点的蜜桃色 说要跟大家聊天 可是每次You're ready with me 我都会很focus在 就职业病有没有 我会一直想说要介绍产品给大家分享 怎么用什么什么的 就都忘记聊天了 你看嘴角的遮碗是不是也干净很多 我还没有上粉饼哦 但是整体的肤色就均匀许多 人看起来比较均匀 然后哭着皮肤炎 就让它自由发展 我就不遮它了 免得它又痒痒 但是像是豆疤啊 或是你知道一些需要调整肤色的地方 就可以拿出小的遮瑕刷 然后沾深色 虽然说它看起来是深色 可是它是有点凸凸的 那凸的东西 如果说你在用亮色去遮的话 它只是看起来更凸 接下来呢 我去把这般变链也遮完 然后接下来来一起使用 SALAMON的粉饼 See you later at the gate of the show 好的我回来了 然后我话到一半想到 这一半还有一个优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通常我们在使用液状遮瑕膏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你动作太慢 然后或者是你后续再叠颊 常常会发生 可能新的遮瑕膏 把旧的已经干的遮瑕膏 给粘起来的窘境 可是这一款 因为它本身就是膏状的 所以不管说你的手再左 或是你再慌张 你总是会有时间去晕开它 也不用担心说它变干 然后会不好推匀等等 blah blah blah的 所以这款遮瑕膏呢 算是我个人蛮喜欢 也是觉得值得一试的 好就这样 遮瑕膏我真的是讲太多 因为真的真的 真的好好用 我赶快进行到粉饼的部分 这一款呢 其实我之前就是有用过了嘛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我觉得它的粉非常的细致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讲遮盖力的话 JCAT还是略胜一筹 毕竟是日系的产品嘛 所以它们的妆感 都是偏向自然无瑕 像原生肌肤一样 但是却是有适当修饰力 一样我先上这边 给大家看看做比较 那我们就先从脸颊的部分开始上 怕移动到我遮瑕膏 所以眼周用按压的 油胶皮肤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看起来不厚重 是非常有质感的底妆 那遮盖力呢 我觉得默约是在八成左右 它就是有适度的遮瑕 适度的粉感 让你看起来就是 哦 有好好照顾好自己 有好好化妆的感觉 好左右脸对象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在网络上选色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变白了 我现在是NC18 所以我就膨胀了 有没有 我觉得 哦 这个颜色这么浅 应该可以吧 我可以用吧 因为就我的认知粉饼 通常上脸之后 更贴合肌肤之后 会再按一号 就殊不知 这一款粉底它不按成 完全失策有没有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我就是真的要比较谨慎啦 就不能够上太多 否则就会很像 wearing a mask 但是我说真的啊 如果说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说 哦 你自己是什么色号 或是你只是单纯想要回购的话 诶 这个watashi.com很棒耶 因为它有送刷具给我 有购卡哇伊 然后手购还有折价之类的 blahblahblahdiscount一堆 许谁走的那个购网站 真的是吧 而且洗发肌 沐浴乳 拔品什么 应有尽有 虽然说这个颜色 对我来说是太白了 可是呢 我觉得 就是它看起来 还是没有非常的假面 因为它的底色 是很自然贴合亚洲人肤色的 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的粉 但是同时有点黄 看起来白一些 但是不会觉得so fake 持双度的话 我觉得混合偏油的人用 OK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油肌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 你的妆前控油程度 因为呢 我那个时候月经来第一天 就是很热嘛 然后疯狂的流汗 你知道第一天就是全身不对劲 我的梯子不会出油的情况 真的很猖狂 所以要持续的补妆 去维持那个妆感 好的 以上报告完毕 不管说是包装 so pretty 或者是说产品本身的品质 我都是觉得很棒的 KUMO的刷具呢我觉得值得赞赏的地方 就是它每一支都有跟你说 它是腮红刷 是粉底刷什么什么 都写的清清楚楚 所以对新手来说呢 是非常友好的 诶 很柔软耶 而且 它的毛是有弹性的那一种 好 我们另外一边呢 来用 LORA1010AA的斜角腮红刷 LORA的毛呢 相对来说是更加的柔软 然后也比较没那么有弹性 为什么是因为 它的刷毛比KUMO的还要再短 所以它就是比较密实 上色度什么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两款刷子在晕染度上 都是非常优秀的 当然这个修容也是很好用啦 但是这两个工具有味产品加分 好 接下来比影刷我来用这支刷子试试看 它的刷毛呢 是柔软舒服的 然后也不刺 这点很棒 可是上脸的感受 我还是觉得刚刚的斜角腮红刷 让我更觉得惊艳一些些 今年农历新年是我跟姐夫两个人第一次一起过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bad girl 农历新年我都会回台湾过节 所以她就一个人在异乡拼经济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家人就是一直叫我不要回家 她说飞机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我爸爸就叫我说不要过年一窝蜂的回去 那我跟姐夫呢 就是因为想说在异乡就要一起体验异国的文化 之前在我的过年特辑新加坡让我觉得神奇的是 第二集里面有聊到说鱼生这个神奇的食物嘛 我就自己上网看食谱然后有做 真的是把自己搞得很忙 但是也很好玩 一般生鱼片就是铺着然后沾酱油这样吃嘛 像这样子一边往上跑然后一边讲吉祥话的那种经验 我们真的都没有 然后因为是新加坡当地的习俗 所以更有仪式感 就让今年的过年我们家这个两个人的小家庭 多了一股浓浓的黏味 我连酱汁都是自己调的 所以在味道上就不太确定到底好不好吃 但是看姐夫就是一口一口很满足的吃下去 我就觉得太好了 后来接下来吃完一夜饭之后呢 我们有一起玩了扑克牌 但是扑克牌我们两个人竟然也没有一起玩过 就是台湾玩的心脏病或是十点半什么的姐夫都没有玩过 可是他有教我一些日本人的扑克牌玩法 日本人就是你知道想很多 扑克牌的玩法也很多 比如说一个基本款的游戏 他可以无限的加规则 所以可以循序渐进的玩 那真的可以玩一整晚上没有问题 我这个人其实是怎么讲 很没有就是玩游戏运的 或者是说呱呱乐 我呱就一万块 那也就那么一次 然后我可以讲一辈子 就是我对于玩游戏 就是脑筋转的很慢 然后也没有偏财力 所以呢我那时候在跟姐夫玩牌的时候 就是一直输给他 就在我全部的零用钱都缩哈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都缩哈了 你要不要也缩哈 展现一下诚意啊 反正你一直赢也没差 他就看着我就说不行 他就是有留大钞在自己身边 可是其他的连钱全部就缩哈了 结果最后一把我赢了 但是我必须说啊 我在这里不鼓励大家 做任何赌博性质的东西 然后也不鼓励博艺 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赌博了 然后去什么 Las Vegas Castillo 玩一次吃饺子老虎 就要是25块钱美金 在给我开玩笑吗 我连10块钱美金要套出来 买个就是东西吃 都觉得很贵的人 你这样 but anyway 但我跟姐夫的这个行为 只是交换钱的仪式 反正他的钱全部都是我的 终究那他身边的那些钱 也都会被我吸来身边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只想要跟大家讲 我赢了 重点就是这样 好聊天聊天就忘记要化妆了 现在是聊到哪里了呢 嗯嗯嗯 你怎么办啦 化眉毛也不能够说话 再让我转场一下 我回来了 接下来呢 来使用CLIO的 Into Lace Eyeshadow Palette 这是一盘 网美盘 我拿到本人之后 虽然说也是觉得它很漂亮 但是上眼老实说是有一点点失望的 这是我今天展示的所有彩妆品里面 我买最久 然后也是一直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产品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充满期待的买它 用它 但是嗯就觉得很不适合我 然后之前呢 Sindy她在吐槽韩戏开架眼影的时候 就有提到这一盘 I totally agree 这盘它的颜色乍看之下是蛮多的 然后五个雾面 五个亮片 竹光特殊直立的眼影盘呢 我觉得是很理想的 但是它的调色真的不适合黄皮人 也不适合健康肤色的人 就是因为它太浅了 然后它的浅色呢 其实说真的差别度并不大 以跨色度来说不是都应该是12345 可是我就觉得它好像12225 但那种感觉就太像了 然后颜色太浅了 我画给大家看 你们大概就能够理解说我在讲的是什么 我刚写了一下这支刚刚画鼻影的刷子 接着沾取 这盘的粉质呢 非常的滑顺丝柔 然后也不怎么掉粉 但是我觉得最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调色 所以如果说你的肤色调跟我截然不同 这就是你的蜜糖咯 如果说你是一个肤色偏冷 或是偏粉的白皙肌肤的人 这个你画起来会超美超鲜 它那个显色度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好温染程度也是很优秀的 我刚刚就一边讲话一边撸 你看它就温染的蛮漂亮的 然后继续叠加 创造自然的立体感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打底已经是拿它倒数第二升的颜色 因为其他颜色在我脸上都是膨胀色 或者是真的很像我自己的肤色美感 诶镜头真的是没有人的眼睛锐利 even我现在已经很4HD了 但是看起来就还是很美 但本人看有点脏 本人看有点脏 但是镜头看起来很漂亮 你们一定觉得我在说谎 但是没有真的啦 真的 最深色来加深 诶刚刚这支刷具啊 虽然说拿来画鼻影sozo 但拿来画眼影我觉得很棒诶 是说人家原本就是眼影刷 我这个前后都有加深 就有一点点像是hello eye的感觉 镜头里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那么脏感有出现诶 没有看起来很漂亮 这怎么一回事啊 hello我相机弄火吗 唉算了我继续画 好我拿一支干净的刷子去沾取它 第二浅的颜色 在手上匀一匀之后呢 去暈染这个眼妆的外围 让它看起来整体更干净一些 你看这颜色已经浅到 我可以拿来做清扫的动作 就知道它颜色有多浅 中间这边有个地方呢 要用亮片来做点缀 那我就使用这颗大颗的亮片 让你们看看 它真的 dirty girl 它这个亮片的颗粒蛮大的 然后是大小的闪粉混在一起的 虽然说在镜头里面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但是本人我觉得它的亮度 有点灼灼的 就是要亮不亮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亮片底色有点重 它本身是自带那种黄色 绿色偏光的 所以呢 你在打到光的时候 有亮度没错 但是没有光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脏 那我现在因为这边有盏灯 然后这边有个大床铺 我就是你知道 强烈的光回绕着我 所以你们看就觉得 很漂亮啊很闪啊 but in real life 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看 亮片你要说细致也不够细致 你要说亮也不够亮 那我尽可能的多用一些颜色上脸画给大家看嘛 再用小刷纸 沾这个颜色去画我们的下眼影 这颗的底色也是还蛮重的 所以画出来的存在感很强 它本身就可以当作单颗眼影的感觉去做使用 它里面的亮片组成跟这个上面的偏黄的感觉 是有一点点的相呼应的 眼头打亮 我们再使用这个颜色 这颗算是我这盘眼影里面 我觉得最ok的 有没有这个亮度 这才是CLEO他们家真正的实力 颜色适不适合 还有好不好看是真的非常的主观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多看几个YouTuber的review 去决定要不要购买这一盘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CLEO他们家漂亮的眼影盘这么多 撇开蕾丝这个噱头 这盘绝对不是最出色或最值得购买的 那我再沾一点点这个第二颗亮片色 去加在黑眼珠正上方 我想要把这个眼睛的提亮做得更细致一些 没有它没有变得更细致 它就是一坨亮晶晶的东西 这盘就是这样 它的跨色度 然后还有就是 亮粉的质地什么都太雷同 就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十个颜色 但其实真的 严格讲起来你真的上眼的话 maybe 四五个颜色吗 就真的落差不大 亮片组成太像 然后亮度也 不够亮 如果说真的要讲 我还是比较喜欢最近review到的Colorgram 或者是说Overtake 那一样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 大家参考参考 接下来我们来画腮红 腮红这次是Fresh O2跟The Naked Core联名的 这两个腮红我就直接了断的跟大家说 Amazing 这两个颜色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就想说哇 这个颜色就是Amea的颜色 我这个老妹应该不太能够驾驭吧 结果不管说是粉质的细致度 或是好云染程度都是 今天我就两个颜色混擦给大家看 我先用这个比较偏橘的颜色去做打底 它有一点点的蜜桃 有一点点的鲑鱼 有一点点的橘色 非常元气 非常粉嫩的颜色 然后你们看它的显色度 是那种透透的 不是很粉彩的颜色 所以上脸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经验 而且它能够让你的肤质看起来更好 这点就跟CARA BEAUTY的 碗肉原生淡腮红 质感非常的像 上脸的妆感蛮像 再来擦这个粉红色 它是FRIDAY NIGHT YAS 很像草莓牛奶的颜色 超级可爱 包装的手感啊 或者是说真的产品本身的质地等等的 都很优秀 持久度我觉得 嗯 普通普通 没有到Fresh O2他们自己 我之前很推荐的小眼人系列 那么的持久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淡 所以到最后就是 也看不太出来它的持久度如何 但是以它的色调 粉质细致度 好暈染程度 跟包装的质感 我是非常喜欢的 好话言语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聊天 我过年的时候呢 也有跟我弟弟连线刮刮了 一样今年啊 就是没有偏财运 所以我都是看别人刮 今年过年 我也是依然持续的有出片 其实我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有跟我的好朋友们商量 大家都是比较偏向说 你不用那么偏 因为过年其实 没有什么人在看片 但是我就是不管3721的 还是出了三部片 因为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使命感 以前我在做DJ的时候啊 就是过年我都会有特别节目 线上都会有DJ值班 还会有预录的节目等等 就是要make sure说 那些在上班的人是有人陪伴的 我觉得这种精神或是这种态度 有延续到我的YouTube上 可是呢 其实媒体的本质不太一样啦 大家是要有时间才会看YouTube 不过呢我想还是会有人希望想看到我的片子吧 所以我就还是出片了 虽然说看的人也许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也是我的心意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2021年呢 其实虽然说才刚开始 但是我觉得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真的一切都会更好 不瞒跟我说 其实我跟姐夫大过年也是有在吵架 但是夫妻就是床头吵床尾和 而且大家不是都说过年不要生气或干嘛的吗 我们还是hold不住啊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不吵这个架 现在不吵之后也会吵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吵了这个架 有沟通过 才让我们发现说 有什么点是彼此需要调整跟改善的 姐夫是那种很累的时候会脾气不好 其实大家都是 他也是那种睡醒了 睡饱了脾气也不好 就是很难捉摸的一个人 后来呢 我跟姐夫两个人就是吵完架很好之后 就有在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就是always都在吵架呢 其实我平常都不是会发脾气的人 可是为什么就是对彼此会生气呢 然后姐夫就给我一个很恶心的答案 他说因为太爱对方 但是也许是 就是情人眼里容不下一颗沙吧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前阵子我也下载了Clubhouse 所以从过年期间开始 我就是时不时会听 然后听了很多 经营光红 然后行销 如何promote自己的讲座 甚至有加入到一个很厉害的聊天室 是美国YouTube高层 还有很多600万订阅 500万订阅的那种 美国顶级YouTuber的聊天室 他们就是在聊说如何的去成功 但是其实讲到最后他们的讨论点就是在于说 你觉得你的成功是什么呢 如果说身为一个YouTuber 你追求的是营业额 是你的订阅量 那这个成功其实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 他们的共识就是 真正的成功是在于说 你怎么样去定义你自己 你的身心灵状态是不是健康的 然后你创造出来的粉丝群观众群互动的方式 是不是良好的健康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前阵子我有看到 电商人妻有分享一句话 他就说很多人都会问他说 如何把流量转换成收入 或者是说如何赚钱 这也是我很想知道的 因为我都是没看到什么钱啊 我觉得也是讲到我的内心里面 他就说没错你创电商品牌 或是个人品牌好 你是想要创业没错 创业呢追求的是盈利 是钱没错 但是创作并不是 这点就是直击我心 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创作的那一个人 因为我的内容并不会特别的去讨好其他人 不管说是观众或者是说厂商 我一直都是拍我自己喜欢的主题 说我想要说的话 我说都不会讨好观众这一点是 我不会因为知道你们想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话给你听 譬如说当大家都在骂CaraBeauty的时候 我不会跟着一起骂 就是我不是一个怎么讲 会跟着风向走 我一直都是忠于自我的那一个人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好辛苦 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 也没钱赚啊又这么累 然后之前还熬夜剪片 就是把自己有点逼过头了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就是其实经营频道有更好更健康的方式 但是我却之前走错路 就是其实像去年 我虽然说有达到我的目标 就是一个礼拜出两部片 但是呢其实现在回头看 我发现有的片 我很明显的看到我自己状态是很累的 那我就是今年想说 如果可以 当然还是想维持一个礼拜两部的节奏 但是我希望经营频道的方式是 更加的健康 就是不要因为拍片而冷落姐夫 而不打扫家里 而忽略了很多 其实生命中 我很多必须去面对的责任跟事情 因为一个礼拜两部片对我来说 我真的大部分除了吃饭煮饭 然后做家事的时间之外 都是绑在电脑前面或是录影机前面的 所以我才会想说 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 频道跟我自己的平衡 看到旧影片的自己 我自己也是蛮震撼的 天哪实行健康人生之后 我自己真的是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人精神多了 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很难跟你们聊说到底是什么 但是就是真的是点滴在心头 只有我自己才经历到所谓的成长 可能大家每个礼拜看一部片 就常常看我没什么特别感觉 可是你如果猛然回去看我 去年或前年的片子 你会发现说哇 Pinky真的有变 而且是往更好的方向变 然后我就希望说是 维持这样子的节奏 不只是真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是收入也好 或者是说 维持健康生活的一个点之一也好 总而言之我希望工作跟生活都能够达到平衡 然后我真的要 嗯 好好的继续坚持健康人生 2021年Pinky Don't Stop的频道依然很好看 寓教于乐 同时之间呢 资讯量满满 好不好 大家记得帮我 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2021年 我要爆红 我要报复 但是我要健康人生 好不好 努力 加油 干嘛 眼线的部分呢 我今天要使用Merzi的眼线一笔 这个是公关品 它的笔尖其实是细致的 但是它并不是毛笔刷脱 而是那种像麦克笔的 所以还是有点偏硬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没想到用着用着 我发现 以我自己的习惯来说啦 它并不能够画出 我理想中那么细致的线条 然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花时间的 因为你知道我老人家 眼皮很容易产生皱褶 所以笔尖比较柔软的产品 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这支的持久力跟抗原染程度 真的很棒 有个淡输就是你一定要等它全干之后 再夹睫毛 否则会被撸掉 嗯 画起来是像这样子 如果说是以类似定位或价位的产品的话 开架来说啦 我还是会比较推荐SOLONE的眼线一笔 我刚把睫毛夹翘 接下来一起使用睫毛膏 要使用的也是Bling Glow的产品 Curling Fix Mascara 今天要用的是01号Cold Black 它的刷头小小的 所以可以很精准的抓到眼头跟眼尾的睫毛 而且我觉得以新开封的睫毛膏来说 它的膏体不会太实 所以可以适当的hold住你的卷翘度 然后根根分明的效果也很棒 今天呢我就是没有使用任何的睫毛底膏 给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然后这次Laura有寄给我咖啡色跟黑色的 我自己觉得咖啡色非常的自然 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寒妆或是宛入圆身 那种感觉的女生 Coffice is your type 但是我化妆追求我气质张力 所以黑色才是我的本命 好简单的来回刷妆效就是像这样 以就是没有插底膏的睫毛膏来说算是很厉害吧 最近我很热衷研究烟花睫毛的画法 然后我在IG上有分享一篇po文就是我真的有画成功 而且那个时候只是练习而已 所以我没有拍片 但是有拍照还有分享步骤给各位 等我练得更如火纯青的时候呢 在拍片跟大家分享 对照主大家看一下 既然都画了这边用咖啡色画给大家看 咖啡色黑色大家比较一下 好我就是赶快还是把它涂上黑色 因为我不想要大小眼 刚刚有聊到影间YouTuber 他们认为说创造健康的社群才是真正的成功嘛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已经成功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能够留在我这个频道里面的珍爱宝贝们 大家都非常的有爱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还会接到讯息说 观众朋友问唐宁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没有发现洞是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要保重啊 剪片不要太累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很感人耶 观众朋友们除了了解我 知道我关心我之外 同时也会哀无疾无的去照顾到我身边的人 然后去询问说他们的近况什么的 都让我觉得说满满的被爱 这么辛苦的做骗子啊 然后跟大家交流分享都是值得的这样子 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 你们真的就是我创作的热情跟动力之一 昨天跟姐夫也是有聊到说 嗯他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跟心灵健康 因为他想说我都是一个人在家 然后埋头苦干的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会很担心我的情况 他说如果没有汤姐的话 你可能会发疯 你可能会压力很大 但是我跟他说 我觉得观众朋友也给我很大的力量 比如说我搬到新加坡之后 其实一开始有生一场病嘛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 甚至是到现在 可能我对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不了解 也不知道事情我都会问大家 大家都会很亲切的跟我说那是什么 然后甚至推荐我跟我交流 我真的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然后这份工作让我觉得不孤单 我常常跟大家聊说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的收获 就是认多很多YouTuber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没有讲到 认识你们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其实这个频道真的很难运作下去 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用爱发电的人 那爱也要有对象啊 你们就是我爱的对象 所以谢谢你们能够让我爱你们 然后也谢谢你们这么的爱 我不只爱我爷 爱姐夫 爱唐妮 爱我的好朋友们 就是我身边的一切 你们都是用很有爱 很友善的眼光温柔的守护着我 这点我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为了你们呢 我觉得我会更加的好好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健康嘛 才能把工作长久稳定的做下去 那也希望在远方的各位 透过镜头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要吃饱 睡好 身体健康 然后懂得抒压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好好的善待自己 讲到这里不知道这部片会多长 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你们 了解了解我用的打亮是这个Romaine的打亮 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打亮 因为它不管说是轻轻的这样子扫过脸庞 或者是很用力的叠加 它出来的妆感都是很高级很细致的 搭配的刷子呢是LORA的打亮刷 这个刷型算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可以拿来做腮红刷也可以做打亮也可以修容等等的 算是一个蛮必备的刷型 唇彩的部分呢就是要使用了Naked跟Fresh O2联名的产品 那刚刚的塞红我非常喜欢唇彩的部分 我就直接跟大家说 DISAPPOINTED 因为它会让我的牙齿看起来更慌 我们看了就知道 首先先来使用这个很漂亮的EVERY MORNING 牙齿瞬间变得很黄有没有 这个颜色是好看的只是不适合我 我真的这么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冷白皮 或者是比我更白的女生 她绝对是好看的但 CAN'T 然后它的质地一上唇 会有一点点的小颗粒 在你嘴巴上化开的感觉 但是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卡纹 或者是斑驳都没有 转印也是微微的 它完全收干之后是会贴合你的肌肤 算是蛮舒服的 这支的感觉跟CARA BEAUTY也是有一点点的像 就这一个系列的质地都会让我想到CARA BEAUTY 颜色倒是还好没有很像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粉红色 ONE DAY 这个粉红色看起来就是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太感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两个颜色看起来 都是我平常会喜欢或是会很适合的颜色 但这个调色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不出来的不适合我 我去settle一下头发来进行慢动作部分 接下来跟大家总结啊 今天哪些产品推哪些产品不推 check it out 今天一边get ready with me 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闲聊就是产品我的使用性能跟想法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KUMO的刷具们其实我并没有每一支都用到 可是就我刚刚在影片里面所呈现的整体感受来说算是很不错的 所以如果说你正在观望的话呢希望能够对你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那刷具嘛还是建议大家要以自己习惯使用的刷型去购买 你不要就是买一整套但是其实再用的也只有两三支那就有点浪费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先依照自己的习惯去做选购会是比较好的 Laura的刷具一向都是我觉得台湾的品牌里面数一数二的高CP值 所以如果说你手边有缺遮瑕刷或是这种刷型的刷具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其他的产品我相信在影片里面我都讲的很详细很清晰了 然后上脸的妆效大家也是一目了然 特别有一点我要补充就是蕾丝眼影 你知道他这一整盘最蕾丝的地方在哪里吗 就是一层保护膜很美拍照很吸引人 但是膜拿掉之后就是额眼影对 像我呢就觉得说他的品质也不错 但是就是在色调方面还有亮片的质地上面我比较不是那么喜欢 所以就没有特别推荐给大家了 如果说真的要选出我最喜欢 然后最觉得值得买的产品的话呢 就是Blink Glow的遮瑕膏跟睫毛膏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你还喜欢 如果说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还有订阅分享 订阅分享按铃铛 订阅分享按铃铛 按下小铃铛的话只要我上传新影片他都会通知你 所以请记得回来哦 然后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我要告诉你 你就是最棒最美最amazing 那独一无二漂亮的花朵 i love you so much 你也要love yourself so much 好的那就下支影片见了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4分钟 5分钟 多的时间 我们知道的这是кibt 那几分钟 8分钟 6分钟 8分钟 5分钟 1分钟 5分钟 5分钟 4分钟 5分钟 1分钟 7分钟 8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